哎 爸 你怎么来了 你大嫂说 医家只能养一个 你爸腿脚不方便 让他去哪儿啊 我只好自己出来了 来 爸 来 老婆 找我把谁接过来了 妈 你这么来了 我爸呢 你爸腿脚不方便 他来能干什么 快进来坐 妈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咱妈接我了都不提前跟我打开招呼的吗 小声点儿 我也是在门口预留咱妈的 大嫂说了一家只能养一个 妈不忍心她爸到处跑 她自己就过来了 咱妈说了啊 她就住几天 明天我就去找包吃包住的地方 找她就走 咱们就说几天了 那可真是你妈的好大儿啊 啊 别再说了 就算咱妈找不到住的地方 那她身体好啊 对不对 她平时在家帮你洗衣服做饭 还能帮你带孩子嘛 你这别轻松不少吧 主任 我真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他们二老年纪都那么大了啊 在一起一辈子都待习惯了 还能在一起待几年啊 你们说给分开就分开了 啊 还有你王家伟 那是你亲妈呀 你王妈妈身份都糟蹋了一身份的 你关心过吗 你没给她安心碗那就算了 你还竟想占她便宜 这是一个儿子能做出的事吗 妈真是便宜这白疼的 我 你知道什么是老白发吗 就是老了以后还能在一起 你现在去 去把发接过来 大哥大嫂不养 咱们养 你快去养 老婆 谢谢 灵灵 妈今天晚上就在沙发上凑一晚上就行了 我明天就走 妈 说什么呢 这是您家 怎么又睡沙发呢 来 给您衣服都准备好了 你快去洗个澡舒服点 你这衣服上都有怪味儿了 一会儿啊 我给你洗一洗 不用不用 我的衣服怎么洗都有味儿 不像你们身上香香的 妈 您的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 洗衣机天天洗衣服 还要清理吗 当然了 洗衣机超过三个月不清洁 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 衣服不仅越洗越脏 还会滋生细菌呢 这洗出来的衣服啊 都是一味儿 还容易身上痒痒的 怪不到我和你爸的衣服 也洗出来都有味道 你们是怎么清理的呀 妈 你跟我来 妈 我们平时啊 用的就是这个 这洗衣机长时间不清洗啊 不仅有味道 还会滋生细菌呢 你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式 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 不仅能有效清洁污垢 而且还有杀菌的效果 洗完的洗衣机都是香香的 洗出来的衣服呀 也能放心穿 还带有一股清香味道呢 嗯 妈 你再闻一下 还有味道吗 嗯 真的没有味道了 还挺香的 一会儿爸来了呀 我也给他的衣服好好洗洗 你爸爸 我让家伟去把爸接来吧 你说你们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能分开呢 大哥大嫂不养 我们家一样 好好洗 谢谢你 这么好一个东西 你在哪买的呀 会不会很贵呀 点击头像这部直播间就能购买了 还有限制衣服活动哦